有聲音嗎?有沒有聲音?有沒有聲音?有沒有聲音呢? 啊?有了?哦?太好了 好了,我等你們一會兒 你們都吃飯了吧? 我吃了,剛吃完 嗯,好了 呃,有好長時間沒跟你們聊天了 所以每次也真的特別感謝 每次都沾一直播的光,然後有機會來跟你們聊天 特別感謝,特別感謝一直播能給我們提供這種交流的機會 平時,我也看不到你們想跟我說什麼 然後你們也聽不到我的聲音,看不到我的人 只有直播的時候,然後 能 那好像我們就是面對面 這樣 零距離接觸一樣 唉?為什麼我說的 跟你們 跟你們給我發的好像不太搭呢?你們能聽見我說話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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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覺得你們也進來的差不多了 那我們聊會天吧 我們先,先聊一會兒 嗯? 嗯? 最近在,嗯? 現在就一直在拍歡樂送嗎? 拍的,拍的挺順利的 然後 拍的也特別好 然後等播了,你們一定會喜歡看的 沒有,我 我 我在劇組 在主力 在主力 啊,我看不清 嗯,歡樂送 嗯? 快拍完了吧 等到還有半個多月應該,我就可以拍完了 啊 BAT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嗯? 接下來 嗯? 应该先播的应该是 风神吧 然后 风神播完应该会播 因为遇见你 然后 白鹿园 然后欢乐送 然后 到暑假应该 特工黄飞会在暑假播吧 对 这就是我了解的一个 明年上半年播出的一个 大概 播出的一个大概顺序 稍微那不小了吧 卡吗 我吃饭了 我刚吃完 谢谢你们送我的黄罐 后鸟有第二季吗 后鸟如果小说会写第二本的话 就会拍第二季 那现在小说没写 就应该暂时先不拍了 我拿起来跟你们说吧 好吗 我怕放到那里听不见 快圣诞节了 你们圣诞节 打算怎么过呢 好好过 对 圣诞节 能陪家人一起过 就陪家人一起过 现在在我看来 可能也是因为 长期都会在外地拍戏的原因 所以 对我来说 现在每一个节日 对我来说 都像是团圆的节日 每一个节日都想 回家跟家人一起过 所以如果你们能 在每个节日都回家的话 就一定要回家跟 家里人一起过节 我什么时候休假 我暂时还没有休假的打算 我得好好拍戏 我得拍更多的戏 更多的作品 要不怕你们没得看了 对吧 我多长时间没见我妈了 得有 少说 得有 两个月了吧 两个月没见 没见爸妈了 争取过年 一年能回家吗 争取过年 陪爸爸妈妈回家过个年 一年多没见爸妈了 为什么呢 有时间还是要回家的 是 我妈妈一定很想我 妈妈 妈妈几乎每天 都会给我打电话 但是越打电话越想家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相同这样的感受 对吧 有和妈妈吵过架吗 嗯 我好像上学的时候 我没有太叛逆的时候 对 我还是很相对来说比较乖的那种 还是爸爸妈妈说什么就会听什么 嗯 不太会去跟爸妈有太多的争辩跟狡辩什么的 对我我还是会比较顺从他们 因为嗯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没有特别太大的事情 哪怕自己有时候不开心一点 能让爸爸妈妈 能让他们不不吵架 能让他们开心一点 其实越来越大以后就发现 爸爸妈妈开心 我们才会更开心啊 对吧 好 今天发奖学金了 恭喜啊 恭喜你拿奖学金 我记得我好像就拿过一次奖学金 对 拿奖学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证明我们可以自己独立 可以自己拿奖学金 挣钱有钱交学费了 一次没拿过的就赶快加油努力 争取拿一次 再不拿的话 毕业了以后就没得拿了 聊聊欢乐颂 你们想聊欢乐颂什么 欢乐颂 欢乐颂很好啊 拍的也特别好 一步更比一步好 一步更比一步好 剧透不行 我要剧透了我就犯错了 我给你们都讲了 你们到时候不看了怎么办 我还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啊 最近尤其是最近这几天然后一直拍 然后又刚从外地回来 然后转井去去江西拍了几天 然后确实这两天稍微有一点疲惫 我会好好休息的 嗯 因为遇见你应该 呃应该过年过了年就会播了 嗯 呃我去我去配音的时候 然后大概看了一下 嗯整个我觉得特别好 我我都特别特别的期待 对 对 去的江西物园 盛产盛产 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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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产油菜花的地方 嗯 嗯 你们都来 看直播然后 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想什么时候能 有机会能都一次性的见到你们每个人 然后 能跟你们待一会儿 然后 我们真的当面的聊会天 嗯 最近就在好好的拍戏 对 因为 啊 拍戏也挺紧张的 所以就 所以就在拍戏 啊 拍完合戏 说 应该也写不了多久 对 因为 因为后面的戏 后面的戏 截了 对 然后应该换了总杀青以后 嗯 没几天又要进座 小飞猪 哇 这个老司机好好玩 拍BAG的时候 在温州 在温州待了有 快三个月吧 嗯 特别好的一个城市 吃了很多的海鲜 对 主要是暖和 冬天太冷 有没有觉得 我好不喜欢冬天 我好喜欢夏天 冬天真的太冷 嗯 尤其是排期更冷 真的 lands 今天直播呢 其实时间会比较着急 对然后在明天呃后天 在后天有一个有一个活动 一直播的方式一下对 然后我也会去 然后这个要展示一个东西 稍等啊 稍等我啊 稍等 好 我去拿一个要展示的东西 要展示的是在12月25号 在北京的水利方要有一场一直播的盛典 放肆一下 然后也很感谢一直播放肆一下给我的邀请函 很感谢你们能邀请我参加你们的活动 然后12月25号我们水利方见 最近稍微有一点点感冒 最近拍戏有点被冻着 所以我何不喜欢冬天 冬天真的好冷 谢谢 我会多喝水 然后吃药 然后让你们放心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再回答你们10个问题 我在这随机的我抽你们10个问题 然后我念出你们的名字 然后回答你们10个问题 然后我就去看剧本了 明天一早还要拍戏 所以我看完剧本就早睡了 好 好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看了我眼前好吗 对不起我真我真的我真的看不太清了 这个静闻 静闻 静闻 ILY 他问我最近在拍什么戏 我最近在拍欢乐颂第二部 一直现在就在拍欢乐颂 对 快拍完了 胜利在望 第二个问题 晚上饿了吃夜宵吗 我不吃 我饿了以后 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自己赶快睡觉 要么就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其实我是一个 其实我是一个挺特别特别爱吃的一个人 但是不能吃 是不是好可怜 羊毛姑娘 最喜欢哪个城市 最喜欢的城市 石家庄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 对 所以 当然那个城市也是 我经历最多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 石家庄 第三个问题 给你几个 好 第三个 最喜欢演的哪个角色呢 最喜欢演的角色 其实在自己演过的角色里 我都很喜欢 因为只有自己喜欢你才会接这样的角色 但是 说实话在这一年多拍的作品当中 其实自己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角色 应该是 白露园 白露园中的陆赵海 对 白露园的拍摄跟那个角色给我 给我的印象很深 让我很 也给我的触动很大 对 所以 白露园我们当时拍了八个月 真的是一场 真的是一场硬仗 对 所以 希望 能有机会 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 然后去 再磨练自己吧 欢乐颂什么时候播出 你还来 欢乐颂什么时候播出 你还来 欢乐颂不播的时候 我也可以来 欢乐颂什么时候不 欢乐颂应该会在 会在明年上半年吧 对 好像听说很快了 但是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应该是明年上半年 第五个问题咯 小圆子最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 最想挑战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就是 问 你最喜欢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觉得你最适合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你最想演什么样的角色 但其实我心里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自己一个很向往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觉得我还 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 就是 还不够到自己去 去有规定一个角色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还在 是一个去要有更多尝试 更有更多更多学习的东西 所以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什么自己想演的 我觉得主要看感觉吧 如果看到一个剧本自己很喜欢的话 那自己就要努力去把这个角色演好了 你最喜欢吃什么 我最喜欢吃什么 我最喜欢吃 如果说菜系的话 我最喜欢吃 如果说种类的话 我最喜欢吃火锅 对 而我喜欢吃辣火锅 因为我喜欢吃辣会参加综艺真秀吗 我觉得我其实我是一个挺喜欢尝试的一个人 所以但是我觉得如果有适合自己的和自己喜欢的 我一定会去尝试的 也一定会在更多的地方让你们看到我的样子 我也很期待 我知道 该第几个 不管了 然后 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今年最大的收获 我觉得如果从工作上来讲的话 我拍了这么多戏 这一年拍了这么多戏 然后塑造了很多的角色 然后又 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每一部 每一部戏拍摄的时候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收获吧 小花星成 明年有什么打算吗 明年我觉得 明年我的打算 最主要的肯定还是拍戏吧 然后 如果有别的机会 或者有合适自己的 可能我会去尝试更多不同类型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以我的心来想的话 我还是会以拍戏为主 还是会更多的拍出更好的作品 然后去回报你们 然后能 我能 我会尽量尽力 让自己的每一个作品 都会让你们喜欢 好我们 最后三个问题哦 很爱疯 什么时候我来施家庄 应该问我 什么时候回施家庄 我争取过年回家 争取过年一定回家 早就想回家 争取回家过个年 回家过年嘛 陈一璇 哥会考虑录歌吗 我本身特别喜欢唱歌 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录的 会 会有更多的机会唱给你们听 最后一个问题 我找一个 一眼我就 看到 最后一个咯 看不清 家乡话 我不会说 我们家乡话 其实我们家乡话 就跟普通话 差不多 下一部戏是什么 下一部戏叫 叉子烟红 对 是一个 是一个偶像 年代剧 剧本特别好 也是剧本 也是一个小说改编的 然后剧本很吸引我 然后也 也很想 很想去尝试 所以 希望等 我演完了 你们也能喜欢 哦 好 问题我回答完了 然后 可是我想多跟你们待一会儿 天气冷了 你们也要多穿衣服 多保暖 不要为了漂亮 然后穿的很少 你们一定有人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为了漂亮 为了帅 然后 就穿的特别的单薄 不要这样了 开玩笑 不要这样了 还是身体最重要 要多穿衣服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我们才可以继续走下去 我们才可以继续为了我们的梦想去奋斗 对不对 嗯 然后 谢谢你们今天 能陪我聊天 嗯 也谢谢你们陪着我 我也会一直陪着你们 嗯 上次领奖的时候我也说了 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回报你们的 嗯 我觉得就是我 会尽我的权利 拍好我的每一部作品 然后 然后一次来回报你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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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等如果有更多的机会 我一定会常常来一直播跟你们聊天 嗯 嗯 你们千万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 所以我会 其实其实因为我今天会 本来我想选到再晚一点 但是我又怕有有有有有有晚上会有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 你们刚刚吃完饭 这个这个时间 然后 我陪你们聊会天 我觉得时间刚刚好 白天你们肯定很忙 所以我们以后 呃 约时间 约我们大家 呃 相对都 比较闲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多聊一会 对不对 好 要说再见了 你们要 听话 要 照顾自己的身体 要每天开开心心的 嗯 不开心了 可以 想一想我 我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就这样 谢谢你们 我们回头见 拜拜